欢迎收看PCM的特备环节 这次我们来一个开箱 开箱是什么呢? 你都放在桌上了 今天和大家开箱这一步 为什么会特别和大家做开箱呢? 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完全没有听过Sony会有暴感的相机 第二一看下去是不是RX100来的? 原来不是 所以很惊喜 很特别的一个产品 这个就叫做ZV-1的一个数码相机 外观上跟RX100系列很接近 当然两部机我们会试试定位 你看我台面也有很多 RX100系列的机器 跟大家做一个比较 事不宜迟我们先开箱 我们先开箱 下面也比较小 很轻巧 手机不上下 打开一部机先 例牌传明书 开箱了 这里 机身 好了 机身呢 这个就是 ZV-1的机身 外观上 其实就跟RX100系列 差不多 差不多了 你看下去 好像几乎 甚至乎 物料上就应该有点不同 对了 那分别在于什么呢? 其实这部机的外观 我们现在看看 它特别是背着 现在大家在画面上未必看到 其实这部机 过去RX100系列 或者Sony所有数码相机的系列 那个屏幕都是向上反的 如果你有玩过RX100就知道 但今次大家会看到 它是在 旁边反的 是这样反出来的 那这个过去 Sony DV是这样做 DV在旁边反 但是相机来说 我印象中 是不是应该是Sony第一部 是这样 执向反屏幕的相机 过去这种设计 在其他牌子 可能Canon 都很普遍 但是Sony是第一次 Sony是第一次 而这个要求 其实过去 就有很多呼声 就是为何Sony不跟 这样反屏幕 原因就是这样反屏幕 基本上你无论是自拍 或者是不同角度的拍摄方法 也好 这个屏幕 是完全是很方便 而且你拍摄 手持拍摄的时候 你有多个手指 扑着屏幕 其实是稳定很多的 向上揭摄 虽然你都做到自拍 但是有些问题 譬如我们很多时候 出去拍摄 会加很多收音咪 灯 在部机的周围 那你向上揭摄 其实都会遮蓋 那么 它的机面 就有很不同的情况 你会看到 第一它有个HotSuit 这个HotSuit 我想大家也 挂着它很久 因为R-X100系列 有什么机会出现的HotSuit 就是第二代 我们也有的 这部第二代 R-X100 这部就是我用的 第二代 你看 我从2016年 从2016年用到现在 就有HotSuit Angelo 到现在都不肯换 原因就是 很想念这个HotSuit 其实很有用 去到Mark 3打后 Mark 3我们也有 Mark 3打后就是这部 所以就没有了HotSuit 变了一个 OLED的MU FANDA 其实这个HotSuit有什么用呢 其实现在Sony 它过去推出的所有相机 或者DV 它都有这个HotSuit 就是可以给你 播放不同的配件 譬如一些 试一试 播放一个Mike 是的 这里有一个HotSuit 第三样东西 它是没有了闪灯 变了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 比较大型的收音Mike 内置收音Mike 过去 相机 R-X100的收音Mike 其实只有两点 在机身的 闪光灯的两边 是的 再加上你会见到 今次其实那个 快门制 和那个摄影制 两个的大小比例 其实就一样 那么大 即是5050的 可想而知 其实这部机 主要针对 都是 现在很流行 拍片 拍片 拍Vlog 相机拍片 拍片的那班 对的 亦都不想说 这个器材太笨重的时候 然后呢 就变成了 有一个新的系列出来 所以这个不是R-X100系列的 是一个新的系列 所以就用了新的 产品代号名声 就是Z-V1 当然你整部机的布局 就很不同了 譬如我们过去很多时 如果我们要用R-X100拍片 很多时有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拍片的那个视频 那个按针是比较难按的 很小的 很难按 那很多时候会按错 或者是按到按不到 这次你会见到 整个布局 所有按针 其实就简化了 即是你会见到整个机面的按针 基本上所有按针 都是很大粒的 而且你用那些 它又没有了模式的转盘 即是传统我们的相机会见到 模式的转盘 就是在一个名单 是的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模式 按了之后 就在一个名单里面按 这样也很快可以看到 打开那个屏幕 就会变成了 好 我们现在入电 说回电 电来说 它是用R-X100系列 它们用的那一粒 BX1 叫做BX1的电 是一样的 那就会很方便的 这支镜子是24-70 我认为R-X100MX5的颜色 24-70 没有了光圈环 R-X100一路很出名 就是它有一个光圈环可以在这里扭 但以相机来说它有一个挺好的照片 那种操作感 但这个以拍片为主 所以就没有了这个 因为你一扭的时候 就可能会令到机身震荡 基本上拍片就很少一路拍片一路扭 基本上是不会的 所以它就没有了 而且这部机的物料 机身物料就轻了很多 应该是以塑胶为主 最重要就是价钱 因为这部机应该都是6000头的水平 比起R-X100MX5的最新 就是MX7说的是1万元 或者MX6说的是7000多 也有一个很大的折扬 当然有点不同 不同在于 比如你MX7或者MX6 那它的镜头就24-200MX5 那么用上来就有点不同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我要拿一部R-X100拍片 过去因为这部机 它除了有内置麦之外 它也有一个可以外接麦的功能 麦插 如果我要用R-X100系列 而要到有麦插 暂时只有MX7才有 之前的Sony都会用MX7去做一些配套的销售 即是有些Vlog的套装 有一个遥控的手柄 三脚架 还有一个HOTSOOT的MUN 给大家拍片 那个配套加加上买也有过万元 即是机身连起那些脚架 好像是一万一千多 对了 变成这部基本上你就可以用差不多 我说的是一半多一点的价钱 差不多 那就可以买到一部 以拍片为主 有麦头 有HOTSOOT的一个相机 自拍的模式 好像我们在用R-X100和ZV-1的自拍 当然你说那个反模来说 R-X100向上反 如果没有阻挡的情况 其实会比较自然的 因为它和这个镜头就成一个垂直线 所以我看起来的时候 就会很容易和眼神就会和镜头接触 但是在这个横向拍摄的时候 就会有机会 比如我不是看着镜头 而是看着那个屏幕 就好像有少少邪视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说 我是要加一些收音咪 或者是加一些曝光灯的情况之下 在一个横向的反屏幕的时候 就不会阻止这一类的其他装置的使用 ZV-1有些新的功能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想拍一些自拍片 想做到一个很夸张的浅景深效果 当然除了是相机本身 是会用到一个大光圈之外 其实这个ZV-1 也是有一个背景模糊的功能 好了,我试一试给大家看 如果开了这个背景模糊的时候 然后大家会否发现这个背景 是比刚才更多一点的 好了,现在我关掉这个背景模的功能 然后你现在看到 后面的背景就会相对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再试回去 好了,又再清楚回去 所以这样就会视乎你想拍些什么 如果你想拍一些比较美容 或者是一些旅游的照片 很多时候想做一些特别的 柔的效果 你可以选择这一两个 如果你问我这个RZ100M7和ZV-1 如何选择 我会考虑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究竟你需要用到24-200mm的一段镜头 如果你会用到的 那没得说 一定是RZ100M7 但如果不是 RZ24-70mm也够用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看拍片的比例究竟高不高 如果你拍片的比例都高的时候 当然ZV-1会比较方便 但如果你说我是拍照为主的 拍照的时候 如果你说很多时候 都会用手动的Menu模式 RZ100M7会比较好一点 原因就是 它始终会有一个光圈的操作环 在ZV-1就没有了 这个操作环来说 如果你用手动模式 你就会很方便 调光圈或者快门 如果没有这个环的时候 你怎样做呢 基本上你只能用 这个机背的操作环 如果你是Menu模式 你才调光圈或者快门 再调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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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操作上 你就比较不太直觉 这个就是Menu模式 但如果你说我不是用Menu模式 我多数可能都是用光圈先缺 或者快门先缺 或者是全自动模式 其实ZV-1会比较方便 当然你说 都会有一个考虑 如果我是Vlogger 到底买一部相机好 还是买一部智能电话 去拍片好呢 因为很多时候 为什么数码相机 要这么着重Vlogger的功能呢 其实很多时候 现在潮流都是拍片多 大家都会看到 现在我们做review都拍片 所以来说 如果你说我真的要求画质好的 或者我可以外置很多不同的装置 相机有它的好处 但如果你说方便程度来说 手机也都有它的好处 可以立即拍立即看 甚至乎有些人喜欢做直播 那手机会更加方便 但如果你是追求一个画质 或者你是先拍了一个好的4K的影片 之后可以后制再决定不同的解像度质素 用相机去拍 就会有一个优势